二十四孝之未亲父米 说的还是周朝 怎么都是周朝 因为这个先秦 在清朝之前的这些 人们 都是 非常的道德高尚 思想 就是和道 更近一点 包括甚至上古时期 更近 这个都是好多书的记载 那些是事实 然后 子禄这个人名要提一下 前面都没提名 说了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子禄是孔子的学生 当然要说一下 怎么进校呢 为亲父米 在百里之外 提着大米 给父母 他自己的赤糠咽菜 是草根 树皮 就是树叶 草 那些咽菜 那有人说 他这个壮汉 是吧 他是 那你想想走百里路 你换算一下 就算只有150公里 那要从老走到晚 那他背米啊 不能提着一两斤吗 你不是说现在我们买买菜 那开玩笑 那你想想 有多辛苦 在这之后 父母后来去世 他自己当了官 车又摆驾 这个粮 有这个几十万斤 然后他就吃饭的时候就想 哎呀 我如今 还让我有的选 还是愿意回到从前 北大门 实际上 也不是说他没出息 有人会往这个负面想 那他这句话 就是一个 真的发自肺腑 真心想这样 还有一种可能是感叹 他父母没有享受到他这样的生活路径 那他已经是见笑到够了 那如今这样 还在这样想 所以说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的 现在这个就是精神文明堕落了 情感 心无所寄托了 你看现在我们吃的都好 跟你说物质方面 但是甚至超越过去的皇上 吃的 想要随时都能很快 比皇帝还快 拿得到 乃至于 这个这个其他的各方面 但是权力没得比 那野皇帝土皇帝也有 但是仔细想想 心里快乐 值得吗 有意义吗 人生苦短 存在